国产芯片的专题视频 我们之前出过一期 做芯片为什么这么难 大家都说华为为什么不自己做芯片 目前的大陆国产芯片 我们最为熟知的肯定就是华为的麒麟了 但其实还有一个 不光发布了 而且还有实际的装机 你可以买到 那就是紫光展锐的虎奔国产芯片 麒麟没尽用了 昧着40的麒麟9000也许是最后的绝唱 那虎奔的芯片表现如何呢 我们好像平时很少见到 我手里的这台海信的F50 5G手机 搭载的就是虎奔的T7510 它是你能够买到的除了麒麟外 大陆国产手机芯片唯一的产品了 这台手机怎么样 虎奔的T7510性能如何 哈喽大家好我是双九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今天咱们聊一聊另外的一个国产芯片 虎奔 记得三两本视频点赞收藏投影币 咱们先来简单聊聊这台手机 海信F50 5G 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怎么好 大水逼配合这个大黑边 怎么看都不像是2020年官方售价2000多的手机 再配合全塑料集成F50的质感确实不怎么好 220克的重量日常使用还很坠手 好在背壳的设计还算OK 官方宣称的纳米纹理 不同的角度会有淡淡的彩虹光泽 还挺好看的 除此之外 基本没有什么可说的点了 硬件方面呢 5010毫安时的电池和18瓦的快充 4800万主摄 四摄组合 两颗凑数 以及6加128G的储存 和6.520寸的720P LCD屏幕 全屏大鼓励 果立感还是非常明显的 2199的定位 这机器肯定是到不了 因为它也没准备以官方售价揽卖 我们就是1200块钱入手的 当然这不是重点啊 我们真正关心的 还是这台手机的中国新 虎奔T7510 8核架构12nm的制程工艺 配合4颗2.0GHz的耳末A75 和4颗1.8GHz的A55组成 并且搭载了800MHz的PowerVR GM9446 GPU 其他的参数 紫光并没有做细节的公布 那它的实际性能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理论跑分 娱乐图下T7510得分21万多 和骁龙710的小米CC9差距不大 Gatebench 5的跑分和710互有胜负 单核表现不如710 但是多核表现更好 考虑到骁龙710是两个2.2GHz的A55大核 和6个1.7GHz的A55小核组成 相比于T7510 710的大核主频更高一些 但是仅有两个 T7510拥有4个A75的大核 这个成绩在意料之中 在GPU方面 GM9446的表现则是不敌710的A616 OpenGL和Welcome模式下均大幅落后 跑分和联发科的HiloG80 以及骁龙660接近 截至目前咱们仅一跑分对比 虎奔T7510的CPU水平和骁龙710表现非常接近 几乎没有什么差距 但是GPU差距明显 实际水平只有710的80%左右 而储存方面确实有些惨不忍睹 甚至没能追上同是EMMC的红米9 在我们的实际感受中 安装软件的速度也确实不怎么快 实测环节 我们也选择了骁龙710的小米CC9作为对比 王者王要很遗憾 T7510没能稳住60帧 帧率波动也不小 好在大部分时间能够稳定在40帧以上 算是能玩的表现了 和平经营下默认画质只有高清30帧 在这个模式下帧率表现还算稳定 但是30帧的和平经营体验确实不怎么好 60帧呢 其实还可以 在流畅加上极限帧率下 虽然帧率依然有大幅波动 但是大部分时间可以维持在40帧以上 平时随便玩一玩主日游戏还是勉强能够应付的 相比之下 小米CC9的表现好像也不出色 无论是王者荣耀还是和平经营 它的帧率波动和表现都要差一些 但是我们要注意 小米CC9是1080P的屏幕 而海线F50 5G只有720P 所以总体来说T7510还是要弱于骁龙710的 和GPU的跑分表现基本一致 游戏之后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测试环节 首先是1080P的视频导出 我们选择了一段我们之前拍摄的素材 使用DJI的软件加上滤镜并导出 一分多钟T7510和骁龙710的表现基本一致 差距不大 但是在圆重率的计算上 T7510的表现则是不低骁龙710 同时我们还发现 这台手机的A75大盒一直没能够跑到2.0GHz的频率 无论是跑分 圆重率计算还是日常程序的使用 大盒最多和小盒一样 都维持在1.82GHz 在硬件减凑软件里也标注了1.82GHz的频率 这或许是圆重率计算不如710的原因了 同样我们又使用开源的解压软件测试了 解压和压缩文件还有测试的表现 在不需要存储的情况下 T7510和710表现依然还是差距不大 在解压压缩包的表现上也和710差距不大 但是在压缩文件表现上差距就拉开了 常见的ZIP格式上710领先30秒 而在高安的7Z格式上710甚至领先了一倍 除了CPU的频率和性能之外 读取性能的差距也是这个环节让T7510落败的原因之一 总体来说 根据我们的实测跑分和实际的使用体验 虎温T7510的CPU表现大概等于95%的骁龙710 而GPU确实和跑分接近 相当于80%的骁龙710和660接近 当然这和手机系统本身的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 那这款手机究竟是什么定位呢 我们贴了一段时间 感觉它是面向低端市场的中老年人 还有就是对于手机要求并不高的人群 我们手里的这台 卖家表示是电信充值赠送的手机 所以海信F505G 它主要的销售渠道可能是以合约机 以及运营商活动赠送机为主 而海信官网和官方的销售渠道 我们都找不到和这台手机有关的消息 仅仅在紫光展瑞的官网查到了两则新闻 而发布的时候宣布的2199的价格 或许只是为了抬抬身件的操作 这台手机的系统也确实很像老人机的感觉 有些图的UI设计混搭的界面风格 以及设置界面还挺有意思的AI智能交互页面 虽然不怎么好看 但是对于并不怎么会用手机的用户来说 这个功能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用了一段时间 这台手机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比如这个200万像素的景深摄像头 它支持红外检测 可以拍摄到红外光 外出住酒店的时候可以检测一下真孔摄像头的红外光 以及拍摄黑白照片 我们这期视频并不是为了要吐槽这台手机 而是想跟大家聊聊 除了麒麟之外 虎奔国产芯片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现在来看确实差距遥远 虎奔芯片来自于紫光展瑞 而展瑞的前身就是展讯 在联发科打入移动市场的2004年 展讯也发布了他们的首颗TD SCDMA 3G手机芯片 而焦钥匙方案 除了让联发科崛起之外 展讯也凭借这一方案平分天下 如果你经历过那段山寨机的时光 你可能还记得这两段代码 说白了就是做山寨机芯片的 4G崛起之后 2013年7月 清华紫光以17亿美元的价格 将展信通信收入囊中 而这之后 展讯一直默默无闻 没有什么消息 2018年1月 紫光合命了展信和瑞迪科 9月19日 紫光宣布推出虎奔春藤两大产品线 正式进军5G芯片领域 随后紫光展瑞发布了4G芯片虎奔T310 首款5G基带芯片春藤510 2019年发布的海信F30S 就是最早搭载虎奔T310的手机 紫光展瑞最新的产品 是马上要发布的T7520 官方公布了6nm制程 4个176大盒加上4个A5小盒 GPU是马力的G57 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 但是虎奔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就是它的芯片也是由台积电代工的 希望虎奔芯片真正做起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实现了光刻机自由 大家可以把这几个字打在公屏上 在这个芯片技术和生产 都被美国封锁的时候 紫光展瑞打入 看起来多少是有点赶了晚级 但是咱们好饭不怕晚 作为国企背景的紫光 在这个时候进军芯片领域 以及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还有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等等机构50个亿的增资 明确了我国对于这个行业的表态 就是无论如何拿下芯片 T7510是紫光展瑞的5G先锋 它确实很孱弱 我们看这些手机也确实不咋地 大家也肯定不会买它 但是无论它的表现如何 其实它最重要的意义 是我们在芯片领域 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就像是当年超级难用的 华为万年麒麟K3 VR这个芯片 你不迈开第一步 永远也到不了对岸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内容和精彩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B站 新浪博物博和微信公众号 都搜搜小白色评 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里面 不客观 郑体验 小白色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